蓋個量一千五百坪的臨時的建築 但是這個人是違章建築 第二個想法就是住場地 我們在不到一個月之內 從這個京東中間也是慢劍 但是我是覺得有了目標 我們就要勇往直前 有我們的目標 我們的目的 時間我們就要把握 所以去年我記得我是東京表演的前一場 我去了 第二天就回來了 等到京都的時候挪威去了 今年沒有想到這個禮拜衛生署是決定說 我們北瑜複色醫院的第三醫療檔 各位知道因為台北地區是醫療資源獲勝的 理論上是不能幹的 所以這次他們有暗示他們說 應該由學校出面來申請 而不是由醫院 我們是說進行教育的人 既然是由學校由我出門的話 在審的時候我是覺得 我如果不出去的話 可能也不是很好 或者把你們的大牌 自己跑到歐洲去玩 這個到最後他不會說 是去歐洲簽合約 跑去歐洲玩 也不太好 這個使命令我覺得更重要 所以不是說各位不重要 所以請各位諒解 那麼光厚還有佛羅倫斯這一場 我們已經跟他們的副校長聯絡上 就說我實在是沒有辦法親自參與 那麼音樂會跟法國人的照片 至於是不是簽約的時候 他們校長要不要出面 因為有時候是首隊很快 我都會知道 所以禮貌上 那這已經由他們來安排 那麼明天之後呢 我們整個團呢 特別請我們陳營院長陳安君教授 好 來 我們是不是大家給陳安君教授 所以未來我們先生怎麼樣再更上一層 更新的進階 新的層次呢 我就交給各位來 那麼當然有些行政上的程序 事實上我們可以再做得更細密更精緻 比方說談到這個經費 我一直覺得各位負擔也很重 學校應該有責任來幫助 跟各位一起 那麼這一次呢 前幾次我都有點注意了 今天事實在也很忙 我到昨天才知道說 有幾位像日本的校委會的會長 崇光茂頭 那是我北一的同班同學 他去年是主辦 他捐了新台幣十萬元 然後像曾祺瑞也捐了十萬元 像這個老師講 我應該知道 因為我要對他們來感謝 像這種募團 最好也讓學校知道一下 因為學校對這些人也是感謝 而且他們宣傳要經營學校 他們才能夠 才能夠討論 所以這些小事情可能我們大家多溝通 這個錢當然還是會來先生使用 不會做學校 不過這些可能會幫助我們先生的募 就是一個小小的我想到的 那麼以後是不是我們要多久出去一次呢 要怎麼樣呢 我想可能各位的智慧 各位年輕的創意更多 我要再次感謝 與其各位已經離開北一的各位學長 我就不一一把名字叫出來 因為我剛剛路上實際上溫習來一下 是不是我發覺有幾位我叫不出名字 所以我就比較強 有稱呼這個沒有稱呼這個也不太好 不過再一次感謝各位同學 真的是以各位為農 我相信各位的默默的付出 默默的耕耘 在各位的這個敬意上 應該是一個很難得的很珍貴的回憶 我們大家來珍惜 來要創造再開發更一個更高的層次 那麼晚後的幾天呢 也希望各位看得很好 另外有一場也很重要的 在Florence 這個也是徐志摩的最後 也是蠻有能夠訪問 也難得台灣有幾個大學的合唱團 來過的回憶 所以各位可以跟徐志摩 在這個心靈上 也許你們現在徐志摩 忘了 不好 那再一次諸位 然後也要感謝這個賴先生 Sandy 他們一路是這個也很辛苦了 那謝謝 我看已經超過十分鐘了 應該可以開發 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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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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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音乐